高开暴走的开年大剧《狂飙》今晚放出最后两集 自开分以来 该剧豆瓣评分从开分8.71路冲到如今的9.1 超过63%的评分者为它打出了五星 央视收视和网播量连破记录 名副其实的2023国剧开年第一 随着37集剧情的放出 剧中主要人物的最终命运也渐渐浮出水面 尤其收官几集 哪等检查组动手 各路反派已经疯狂窝里斗 督导组再不收网 他们自己就全都同归于尽了 《狂飙》是标准的三幕剧 被切分为三个时间段 如果说这部剧的前段和中段 书写了一部黑恶人物的崛起史 那么大结局故事 则让我们看到了黑恶势力 是如何从内部土崩瓦解的 虽然之前已经有很多剧情猜测 但从大结局的发展看 应该出乎几乎所有人的意料 总结下来就是 十五个角色 十五种结局 十人结局意料之中 五人结局意料之外 大结局最大的变数 想不到是老莫的女儿黄瑶 对于故事大结局 徐济周导演说了两个字 惨胜 接下来 就让我们在最后大结局前看一下 剧中的十五个主要角色 哪些人的命运正如观众预料的 又有哪些命运在所有人预料之外 第一位 高启强 网民调侃 狂标的副标题可以叫 一个卖于老的发家史 可以说高启强被张颂文彻底掩活了 这几年扫黑除恶的题材越来越多 但许多反派角色黑得大同小异 人物脸谱化 高启强能成为继人民的名义 齐同伟之后 最火最出圈的反派角色 关键是从小鱼贩子到江湖大佬 角色的有非常具体可信的成长线 被人欺负的鱼贩子 仍无可人反击 劫实安心 劫实尚未完成黑化 收服欺压他的人 被干爹扶持 买通官员做大 他有完整的团伙成员 狂暴 聪明又极度割控的弟弟 忠实的小弟和杀手 惹人讨厌的继子 以及关系紧密的妻子 妹妹 娘女 而大结局的过程 其实也是高的势力 一步步被瓦解的过程 干爹被他背叛 买通的官员和他撕破脸 弟弟被他受死 妻子被仇家杀害 忠诚于他的唐小龙被捕 唐小虎为保护他妹妹儿子死去 妹妹妻子不再相信他 他在旧场街长大 练旧 常常回老鱼滩看看 想过动安心 最后也没动手 因为安对他有恩 但最后时刻情怀排没用了 他最终落得重判亲离 当初安心让他读 孙子兵法 到了生死时刻 他想到的策略 是孙子兵法中的绝地求生 也就是自己派杀手来刺杀自己 重伤继子 转移检察组的注意力 曾经屠龙的少年 彻底变成了恶龙 但依然无法摆脱注定的命运 从徐忠带领都岛组 进入京海的那一天 高启强就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当中 但没等督导组收网 赵立东已经坐不住了 随着高和赵立东摊牌过程中提到谭思言 赵立东直接派出了下山峰 最终老莫的女儿黄瑶被杀手挟持 赶来救人的高启强 被杀手逼着跳楼 有观众表示不理解高会为了一个妓女跳楼 其实很好理解 她是一步步步入歧途 但坐大后就是在茶楼打个边炉 一辈子爱一个女人 不爱喝酒 不爱奢侈品 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家人 而她早就把老莫女儿当亲女儿养 虽然预告中她被迫做出跳楼的动作 戴了一辈子的眼镜都取了 还做了一个深呼吸 但聚集大概率不会给她这么一个轻松的结局 为救济女像一个父亲一样去死 这太甜意了 她应该会被救下 而最终的命运可能会是被安心 亲手逮捕 完成故事的闭环 无论如何 生死关头的高启强也许会响起 当年威慑唐家兄弟的那个夜晚流下的眼泪 那是一个善良灵魂的堕落时刻 而今日一切 从那一刻就早已注定 第二 三位 唐小龙与唐小虎 唐家兄弟这两个角色 刚开始看剧的时候 观众只当他们是令人他讨厌的市场管理员恶霸 临近结局的两场戏 让观众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 两人都是最初就场街的时候 欺负过高启强 但最终和他在一起打拼的人 唐小龙出狱后 只问了弟弟两句话 一句是强哥对你怎样 另一句是强哥怎么没来接我 剩下是沉默 直到收到了高启强的大礼和众人的一声尊称龙哥 他才放下心来 眼泪就一下子下来了 终于说出了那句心里话 我就怕我出来 你不带我完了 高启强不计前嫌接纳他们进入自己的核心团队 一直既看重又信任他们 最后的危急时刻 不忘给唐小虎送一壶煲汤 其中有算计也有真情 不会全部都是假的 当结局高启强父辈受困 唐家兄弟也分别为他做出牺牲 唐小龙在特警突袭中负于顽抗 想要自尽保守秘密 却被安心舍命救下 等待他的事法律的严惩 唐小虎则是在下山峰的突袭中 为了掩护高启强的妹妹继子 身中树刀倒地 肯定凶多吉少 剧集的制作班底有刘伟强多年的副导演 唐家兄弟和高的关系 也让人想起港产黑帮片中的兄弟情谊 但相比港片中对黑道情谊的包扬 本剧对他们情谊的态度是否定的 唐小龙说 这些年跟着强哥 爽 但他们的结局也令人唏嘘 真情谊永远令人感动 但当这份情谊投奔了恶 终究只配得上一具沆瀣一气 第四位 杨剑 狂飙中有黑恶势力的崛起与覆灭 还有涉黑人员作为普通人的命运沉浮 他们或许曾经是好人 好警察 但最终坠入黑暗 王霄饰演的杨剑 曾是禁毒队长 在交警队轮岗直勤时 遇到安心送梦玉去机场 超速被他拦下 安心掏出证件 想让杨放行 但杨却不逊私 反问安心 如果惊骇式的警察人人讲私情 那工作该如何做下去 这场意外促成了后期梦玉和杨的感情 也让安心以为 把梦玉托付给杨剑很放心 但从杨剑知道梦玉是梦得海的女儿之后 眼睛里就闪烁着那隐藏不住的野心 当梦玉受情伤 久久不能平复 杨剑及时出现 终于让梦玉嫁给他 安心拿到请柬后一夜白头 但同时他又为梦玉高兴 成为梦得海的成龙快婿 杨剑也迅速从机毒警成为宫殿局领导 228案件就是因为赵立东想扶持王立成为宫殿局副局长 而高启强则想要让杨剑当选 虽然表面服软 但背地里却做了小动作 最终导致王立扛不住压力主动辞职 杨剑成功上位 从此京海的殿后面 一败姓高 一败姓杨 背后是高启强故意把部分利润分给杨 因为他知道杨的背后有梦得海 从此杨一直和高启强同流合乌捞取好处 当督导组查到他的头上 杨剑没有持枪拒捕 但和人民的名义中自尽的齐同伟不同 面对旧战友的召唤 他最终用一声道完成了自首 穷途末路时 他把自己犯错的原因 都归咎到了追求梦玉的头上 还逼着梦玉去帮自己给安息下毒 既降制又没挺 实在令人不耻 第五位梦玉 梦玉这个角色和演员李一同 就仿佛坐在悄悄板的两头 故事前半段梦玉这个角色 是剧集开始最讨喜的角色之一 天真 率真 深情 和安心青梅竹马 原本有着美好的未来 倒是李一同这阶段的表演 引发了不少观众的质疑 但安心为了和敌人周旋到底 选择放弃和梦玉的感情 由此构成了角色的分水岭 梦玉嫁给了自己内心定不喜欢的杨健 可当母亲卧病在床 丈夫违法犯罪 父亲也被牵连 他在四面胶着中 带着丈夫给的小药丸走进咖啡厅约会安心 最后给自己下了毒 这时候梦玉的人设已经急转直下 虽然最终他没给安息下毒 但这很可能是良心反复拷问的结果 而进入收官阶段的李一同演技 却忽然亮了起来 成熟妆容下的他完全演出了角色内心的纠结和伪装 像要那颤抖的手上都是戏 目前看安心和梦玉有望救梦重圆 如果是的话未尝不是好的结局 世界就是这样 没有绝对的好人 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像梦玉那样纯真的姑娘 也可能在生活内外交困中改变 观众也应该接受生活的复杂 对于这两位的结局 观众既不会有疑问 也不会感到意外 恶人被法律言成 这个结局既是故事发展的必然 也是民心所向 从故事一开始 赵立东就已经暴露了反派的身份 高启强曾说 赵立东神秘莫测 但对于观众来说 这就是狂雕离少有的 从头坏到尾的角色 他想要办成什么事情 总是不明说 而是拐弯抹角通过王秘书之口 让其他的人心领神会 指使高启强势 指挥理想师徒也是 为的是有一天东窗事发 他可以最大限度撇清自己 但他不仅是贪官这么简单 而是从上到下透露出人格的极度卑劣 简单来说 这是个人渣中的人渣 高启强在坏 对自己人有情有义总是真的 赵立东却将所有人当成手中的棋子 利用完了就弃之不顾 许诺的从不兑现 草闯到死当上副局长了吗 没有 对待高启强 他的态度也是不把人当人 当狗 难怪网友说 但凡高启胜还活着 非戴着面具绑了他 逼着他喝两箱苹果醋不渴 高启强遇到了麻烦 赵立东却只想逼着他滚出惊海 不然就是死 如此卑劣的角色 即使在历年的扫黑剧中讨厌程度 也能冥灭前茅 本剧能比他更讨厌的只能是王秘书 这真是一个观众 看见他一次就想打他一次的角色 郑嘉宾能把这个角色 演到每个动作都令人生艳太值得夸了 归根结底 这就是两个捆绑在一起的烂人 对他们的命运观众没其他可说的 就是一个字 该 第八 九 十位 李翔与陆寒雨谈思言 李翔终于轮到李翔了 说实话要说狂飙 从始至终 哪一个角色从头到尾都令观众牵肠挂肚 我想再也没有谁能比得上李翔了 就算是主角安心 都比不上他在观众心目中的美誉度 因为他和陆寒一样 都用命运写救了在反黑的成绩背后 写淋淋的牺牲二字 李坚扮演的李翔 一出场就给人一种接地气的感觉 一看就是懂进退 能折腰的警察 他的职场也果然比安心顺利的多 但观众万万没想到 他却成为了反黑的无名英雄 李翔系不多 但比安心有湖光 正是因为在他身上 人性的优威 主创没想避免 李翔家在蟒村 有个爱炫耀的老爹和狡诈的村主任 他屡次被赵立东逼破 用不值一提的加油卡收买他做赃事 李翔借机卧底收集赵立东的证据 结局却一人失败了 但失败不是他笨 而是他舍命搜集的证据 最后都又回到了赵立东手里 即使失败 观众依然爱他爱得要死 因为他比安心更像个普通人 李翔坚持不说出师父 有问题 不光为了师父的清誉 更是为了师娘一家的下半生 如果他照安心说的说出真相 对他自己是功劳一件 但师娘他们以后的日子了 他才是无数普通人的状态 所以他会纠结犹豫 无法像安心一样一往无前 他需要担心的东西太多了 但正是这样的角色 头发一梳 老干部套装一穿 保温杯一拿 角色魅力依然率爆 下线这么久 观众还念着他 无论是有一个失聪妈妈 失踪了七年的陆寒 还是被安心 舒服作证 结果被赵立东灭口的 电力局的王力 他们的结局 或许让人觉得残酷 但功勋 终里延年有一句台词 当英雄 可不是那么浪漫的 是要流血牺牲的 而最后扫黑成功的成绩 也不只是安心或者督导组的 还属于不该被忘记的理想 陆寒 甚至王力 谭思岩 如果说以上角色的最终命运 还算意料之中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 则几乎都在意料之外 第十一位 黄瑶 剧集大结局最大的变数 显然就是黄瑶 此前很多剧评和观众评论都认为 黄瑶会在最后成为安心破局的关键 甚至认为黄瑶是谋杀陈淑婷的凶手 但这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黄瑶是老诺跟黄翠翠的女儿 她的母亲因为赵立东而死 父亲替高启强卖命 执行任务中离世 黄瑶从此被高启强当女儿养 在高启强的强盛集团工作 已经轮岗了七个部门 最后是财务部 等于全面接触了高的生意 这被认为是高不爱她的证据 但这种猜测根本站不住脚 高启强这么谨慎的人 如果对黄瑶没感情 怎么可能让她接触自己的核心业务 而且老默的死跟陈淑婷有什么关系 黄瑶为什么要害死当年在香港照顾她的陈淑婷 这些推断太不合常理了 如果编剧真的如网友想象的那么安排 那才是真的为了反转而反转 更真实的剧情逻辑是 高启强对陈淑婷是爱 对妹妹弟弟是疼 对妻子是老婆交代了没办法 但她不会把自己的企业交给冲动鲁莽的妓子 下一代总要有人接触自己的买卖 这个选择只剩下黄瑶 从小失去父亲的黄瑶 在高启强的呵护下长大 对父亲的死一致半解 按照普通人的逻辑 是选择追随高启强还是做卧底 答案并不简单 大结局高启强的财务 总监想带着账务跑路 被黄瑶姬质地拦下来了 而她最终被下山峰劫持 也成了高启强的催命符 大结局这个角色有两种可能 一是真实卧底 那她就是安心般祷告的最大砝码 二是她就是死心塌地 把高启强当亲人 观众看来是助纣为面 但带入角色命运 就会发现这一切才更符合情理 比起抢求反转 我个人更想看到这样符合人性的剧情安排 第十二位 高启弹 高启弹的命运 某种意义上是全剧最悲惨的 她没有高启盛的自寻死路 没有唐家兄弟的卫虎作娼 承受命运的唯一原因 是她是高启强的妹妹 虽然高启强的势力后来做大 但那是高启弹成年后的事 她应该是靠自己的本事 考上医科学院成为医生 毕业后也没进入高的企业做事 因为大年夜去给被关在警察局的哥哥送饺子 巧遇了心地善良的安心 从此她喜欢了安心二十一年 这份痴情更让人感到造化弄人 因为安心跟谁在一起都不可能跟她 这一切配上角色鸡圈 天菜式的萨气造型更令人唏嘘了 姐姐这么好看不用吊死一棵树上啊 更唏嘘的是安心约她吃个饺子 都在拼命套她的话 虽然大结局高启强的伎俩被识破伤了她的心 但高启兰对哥哥高启强的感情太深了 哪怕最后她发现了哥哥高启强所做的事情 也很难狠下心为安心提供证据 最多是带着高小陈远离这一切 从头到尾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但她爱的人不可能爱她 最记挂的哥哥注定走向灭亡 而她无能无力 命运并不是总有选择 对于高启兰尤其如此 这种角色命运的张力 正是狂雕的魅力 第十三位 孟德海 孟德海落马 在大结局来临前 其实已有预兆 狂雕第一集 孟德海和赵立东一起出场迎接都岛组 却被都岛组直接放了鸽子 这些人中一定有人有问题 从故事线看 孟无疑曾经是个好警察 在调查徐江案件的时候 孟德海一次次顶着压力帮助安心 为此不惜得罪上级 那使得他不可能跟高启强有任何瓜葛 但当他转任是领导 却在蟒村的工作中 和高有了更多的接触 于是问题来了 孟德海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 我认为孟德海其实没有变 至少没像女婿杨健那样主动贪腐 但官场中也含了巨大的学问和人心的博弈 边界一旦失手就找不回 身在养老院中的黄老 都知道杨健有问题 还在院上的孟德海说自己对女婿所作所为完全不知情 是任谁也不相信的 最终他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不管是自首还是交代问题 结局都是一样 目前剧情中并未明确提到孟的下场 但是我们可以预料 所谓天网灰灰 最终他必定也受到了法律的审判 出乎观众预料的 是这位清廉了一生的老江湖 最后竟然是栽在了女婿的身上 命运真是巨大的讽刺 第十四位 陈淑婷 狂雕这部剧可以说是标准的男人戏 而且实力太云集 女爵被压制并不奇怪 但高夜饰演的大嫂陈淑婷 却成为最出彩的角色之一 陈淑婷之死 竟然超越了《谁落马》等成为剧集后半段最大的悬念 这本身是对他演技最大的证明 第27集中 高启强一个人吃完饭后 撒了一杯酒 说着祭奠高启胜和陈淑婷 陈淑婷最后一次在剧中露面 则是在地下停车场寻找儿子 最后是死于一场意外 但在旧厂间老宅 高启强在楼顶跟唐小龙唐小虎兄弟 一起祭奠陈淑婷的时候 明确怀疑陈淑婷的死定非意外 定嘱咐唐小龙一定要继续调查 如果发现不是意外 可以直接处理 从结果看 事情果然不是意外 而制造意外的 正是赵立东的杀手下山峰 陈的死牵动人心 因为她是这部剧里非常不符号化的女反派 是她将高引荐给太叔 看着高启强一步步做大 甚至将太叔排挤出局 最后也是她流泪劝高收手 并且主动离开 这个角色是如此有魅力 有时甚至让观众忘记了她反派的身份 这当然是巨大的表演成功 国剧终于又有让人忘不掉的蛇心美人了 第十五位 安心 扫黑剧最难的就是主角容易落入过于伪光正的苛就里 在我看来 本剧选角的最绝的地方不是找张颂文眼高起墙 而是找了张一眼安心 因为他们都是人 是人就会有痛苦 就会有委屈 就会有软肋 而张一的表演赋予了安心这个角色 甚至剧本中都不具备的人性和真实感 安心是狂飙 中绝对的男一号 边剧为了为其保驾护航 不仅安排了孟德海 安长林两位叔叔 还有高启强这个曾经的好友 有人认为安心熬到最后靠的是两个叔叔 没死是因为高启强念旧 有对也有不对 这些安排确实是必要的 是前提条件 但安心熬了几十年最后反击成功 绝不是只靠这些 他和杀手老莫有很深的羁绊 花一个月工资给老莫做DNA测试找到女儿 所以当高人无可忍让老莫动手杀他 老莫说下不了手 所以其实他自己救了自己 表面看他是天煞孤星式的人物 他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开 先是父母 然后是师父 后来是好友理想 接任队长的张彪出了问题 他自己的徒弟也出了意外 最后连照顾他的叔叔孟德海也翻了车 这还不算完 他关心的高启强 不自觉被小贩们以为有他这个靠山 从此走上另一条路 最后从躲在安心熬户下的小鱼饭 垫成了最难缠的对手 而他为了要搬到高启强 集气背后保护伞 放弃了和孟玉的感情 想要护爱人一生平安 结果无意中成全了孟玉和杨剑的感情 反倒无意中把爱人一家推向深渊 所以在编剧的笔下 安心有着强大的主角光环 也有着极为惨烈的命运 但这个角色即使身处黑暗之中 也向往着光明 还有无数斗争中渐渐的成长 他能活到都岛祖到来 确实是因为有背景 但坚持正义 守住底线却是靠他自己 当都岛祖到来 安心顿时仿佛龙龟大海 整个人焕然一新 无论洞察孟玉还是运筹帷幄 都透着老谋深算 绝非当年那个一根筋的愣头青可比 这是用15年的隐忍换来的成长 虽然角色改变了 但一句话还是触动了我 即使知道高启强后来是这样 你当初还愿意给他送饭吗 他的回答是 也说不好 所谓生命稳我已痛 我却抱之以歌 纵然一生遭遇了那么多的波澜 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善良 在别人眼中 这是圣母 是傻 但看过了故事中其他人的命运 我反倒更珍重这份让人被感缺憾的动人 为什么导演说结局是惨圣 因为最后的胜利背后 为了正义 他舍弃了太多太多 苦吗 嚼嚼艳了 安心身上的执拗就像黑暗里的萤火虫 因为一丝丝的亮光 才愈发亮眼 漫长岁月的考验 才是最考验一个人本质的时刻 所以大结局完成任务后 压在身上二十年的重担终于卸下 他却目的待见了陆寒 理想 谭思言 志同道合的战友 牺牲了 爱人 分离了 朋友 走散了 安心的结局就是孤家寡人 这个最后的结局 当然不会像传统商业剧和爽剧那样 让大家的情感有巨大宣泄 所以是惨胜 但过于大团圆的结局 对于真实生活中为扫黑除恶付出巨大代价的勇士们 是过于轻挑的 这场惨胜 就是故事最好的结局 好戏终将散场 好剧终会结束 作为现象级的剧集 剧集在春节期间统一了许多家庭的遥控器 让很多观众跟随着剧中人物感受到了扫黑除恶的艰辛 剧中人物的悲喜波澜又让观众的心情跌宕起伏 剧集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赢得极高的口碑 这其中 当然不只是故事本身的传奇 精彩 更在于本剧没有一味地派出扫黑除恶的高光时刻 而是力求平时地还原出日常最本真的模样 剧中有一个情节是挨打的老夫妇不愿意指正高启强 因为高送了他们一套房子 调查组工作人员气愤地质问 一套房子就把你收买了 故事这份写实是最打动人心的 剧集让每一个角色都充满了人性与人情 呈现出立体 生动的形象 追剧的日子里 观众关心着角色的命运 就像关心自己的命运 这才是大家最想看的国产剧 而故事的大结局说明 人生一世 谁也逃不过命运 但我们可以反抗命运 可能敌不过 比如理想 可能惨胜 就像安心 这样的大结局 终究值得